因為我覺得以後可能去西餐廳 會用到今天所學的這些東西 平時都是媽媽叫我吃點 不要到處都是 而且可能將來都要遇到這些場合 起碼會怎樣應對 不知道大家何時開始接觸餐桌禮儀呢 記者自己就大學才第一次認識到 原來吃西餐要這麼講究 以前用一隻餐吃雲全場 簡直失禮死人 如果讓你游小就學會這些禮儀 又會怎樣呢 元朗第一代正宗西餐廳 紐約咖啡的老闆Randy 又一次認識了元朗區文藝協進會的主席 剛巧說起小時候在酒店扒房的時候 也都教過小學生餐桌禮儀 不如做些東西給元朗社區的中小學 中小學生 好過讓人家說元朗是鄉村 中小學生只會拿筷子 不會拿刀叉 那就試一下餐場禮儀給他們 無論怎樣放刀叉 亦說吃什麼的時候需要用什麼餐具 Randy都會詳盡講解 那小朋友學完之後 是不是真的記得先 看來小朋友都學得很快 我覺得最有用是吃主餐 因為它也是教我們 刀要怎樣擺放 這樣方便我們切 乳餐要垂直地擺放 可以這樣切 要吃東西的時候 例如吃完之後 要這樣放回去 有些東西提示要給你刺 不要放得又不知道怎樣 看來小朋友都學得很快 雖然有人會覺得 太小過學餐場禮儀很快就會忘記了 但Randy這次請來熟悉元朗 又喜歡吃的鄧達志做禮儀顧問 他就不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其實禮貌的東西 不是有補分大還是小的 如果能夠 要從小到大一直培訓 讓他們變成習慣 是最好的 那倒是 莫果說是西餐吧 就算中餐都有自己的一套禮儀 如果可以從小的時候學起 大就不會失禮了